大家好,我们这一集要介绍镇子三十七式太极拳的揉膝布 太极拳有些招式名称其实比较难想象它在做什么动作 揉膝其实就是这个动作 我们今天的动作会有办法是手掌,每人手在这边会揉过膝盖 揉膝,那这揉膝是什么动作,我是比较没有研究 可能Google会给你一些解答,但我在学的时候 其实也比较没有研究说揉膝盖的揉膝是怎么样 揉膝就是这个动作 好,接下来是揉膝盖,它的前一式就是白鹤亮刺 揉膝盖 这是揉膝盖,我今天做完一次示范 好,你可以看到说揉膝盖其实比较注重手的动作 揉膝盖做完之后,其实我们还会再加一个姿势 是脚的动作 就是等于是我们其实它虽然在三十七式里面没有一个正式名称 但通常我们喜欢会喊这个招叫做鸟身 鸟身脚的那个鸟身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揉膝盖部,再加鸟身 那这招式的名称呢,其实有时候也可以称为说是左揉膝盖部 但是我们在打拳的时候,习惯就称为它是一个揉膝盖部 所以这个揉膝盖部会加一个鸟身 那就接下来是一个手飞劈 好,那我们一招一招来说明它的动作 前一次是白鹤亮刺 白鹤亮刺是我的方位置朝着九点钟位置 白鹤亮刺 我中心在右后脚逐肩点地 左脚是逐肩点地,白鹤亮刺 下一次的时候呢,我的手松不下 然后一下,一下 你看我右手下,左手上,身体往我的右边转 不要转太多,不要转到摄影门位置 一般你可能从九点十点 转到十一点就有点勉强了 所以就差不多转到十点半的位置 好,然后同样的手的动作 一下,以上 你看我手一个往下,挖两个圆,一下往上 然后我转到这个后面的时候呢 其实我手会再稍微提起来 提到差不多这耳机的下方 可能就差不多这个脸的这个位置 所以这个姿势呢,其实手的位置动作比较多 好,白鹤亮刺 右膝 跑步 好,有没有看到 这个时候呢,我手已经举到这个位置 好,然后我的重心会移到前面 我重心在移前面的时候呢 好,我转这样子的时候呢 好,重心在后脚 这个时候我脚会往左边 好,等于是又开出一个一间宽的一个动作 好,我的左脚已经打开了 然后我重心再回到前脚 好,然后我的手的位置这边其实是没有在动 我是跟着随着我的腰夸在转之后 好,你看我好像手慢慢在往前推 其实我并没有在动 好,这是白鹤亮刺 有膝布 好,你可以看到到说呢,我的左手也没动哦 好,我们正面给大家看一下 白鹤亮刺 好,柳西奥布 好,有没有看到 我的手转到这边的时候呢 移过来 我的左手没动哦 是因为我转身 所以它自然有做了一个柳西的一个动作 好,这个是正面 那我示范一次,正面一次给大家看好 白鹤亮刺 柳西奥布 好,这就是柳西奥布的动作 好,他有没有看清楚 他其实会有右边再左边 那左边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手其实没有在动 好,白鹤亮刺 柳西奥布 柳西奥布到前面的定势的时候呢 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定势 定势前面仍然垮要平 好,然后朝 这个时候我们其实是正确来说 其实朝着九点钟的位置 但是给大家看清楚的话 我就是朝着 他这样子看的是十点钟的位置 定势是这样子 好,当然就是身体要中正 柳西奥布 好,给大家再看一次 前一次白鹤亮刺 柳西奥布 那讲完了柳西奥布 刚刚不是有解释 是说呢 其实柳西奥布 接下来是手会琵琶 中间还有一个叫做鸟声 在三西市里面呢 没有给它这个名称 但是我们一般在打拳的时候 习惯喊这个就是鸟声 想拿着鸟 伸出脚的声 鸟声 好,再给它示范一下 白鹤亮刺 柳西奥布 这时候我的重心 是不是已经移到我的前脚 然后重心 从原本的九一 最后掉到死 重心 全部都在我的前脚 然后再把后脚慢慢的提起来 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 柳西奥布接尿声的动作 就是白鹤亮刺 柳西奥布尿声 所以等于是说伸出脚的时候 把脚伸起来的时候 身体不要很明显讲 这样子 这样子 我是有点太夸张了 就是 其实你是一个收跨的一个动作 然后初学者很难体会什么叫收跨的动作 基本上你就把重心全部放到前脚 然后让我们的右脚稍微踢起来 然后再放下 那就接下来就是接这个收跨的下一个姿势 然后就转到这个正确的一个方位 其实是要在这个九点钟的位置 好 白鹤亮刺 柳西奥布 那这个姿势呢 其实柳西奥布有个定次 是这样子 但鸟声 我们加了这个鸟声 其实鸟声本身 其实把右脚踢起来 鸟声那就没有什么定次 那等于是说 我们这次做完这个柳西奥布加鸟声之后 它其实没有一个定次在哪里 因为我们下一次 就是会开始接下一次这个首飞琵琶 首飞琵琶才会有定次 所以我们这一次 等于是如果是将鸟声进来 它就没有一个定次 但如果是柳西奥布 左柳西奥布 我们在做柳西奥布的动作呢 柳西奥布的动作的定次 就是在这个地方 这是柳西奥布的定次 大家平常 为什么会做定次的意义 就在于说呢 我通过定次告诉你说 这个招式是挺在哪里 它的位置 它的手法 应该是怎样 就是我们太拳在练习的时候 其实都会一招一招 一招一招 教大家这个定次怎么运作 那这个是柳柳西奥布 或者我们简称柳西奥布 我再做一次示范给大家看 相对有一点点的复杂 九七奥布 加一个两升 好 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就先录到这边 谢谢大家